修剪掉 修剪掉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 这边会有个 它这边有一个弧 那可以用切切拌 切切拌 或者是画圆角都可以 那这边用切切拌 好像比较适合一点 切 那拌劲的话 这边是多少 这边有一个15 所以这边的话 输入15就好 切切拌 输入15 Enter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把不需要的线段 把它这个地方修剪 好 接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这一条 应该也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 接下来里面的部分 我们再继续来看 这边其实可以用这边 偏移 那距离有一个距离 这边有一个距离是8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边也是8 这边也是8 所以呢 我们就用偏移 8Enter 直接8Enter 然后直接要偏移的线段 就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也偏移8 这个也偏移8 偏移之后的话 接下来打一个圆角 圆角的话都是5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边 可以做个圆角 如果做圆角的话 会有个问题 这地方线可能会跑掉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 要用切切拌 或者这边这两个线 应该是可 这边先用圆角 REnter 5Enter MEnter 直接这个地方 这个跟这个 可以做个圆角 那这边这个 这个跟这个 也可以做个圆角 这个跟 这个 这边 因为它是一个聚合线 那如果这边不行 这边跟这边 这边 这个很容易就 这一条线就被破坏 那这里的话 其他我想我们用那个 用那个切切拌 这边有个切切拌 切切拌的话 我们就切切拌进 5Enter 直接切切拌 那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要做圆角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重复切切拌 这边的话 直接再切切拌 切切拌进 5Enter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重复 右键 切切拌 切切拌 5Enter 再来其他部分的话 就把不需要的线段修剪掉 这里 这边的话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 我们用的是 这个 这个部分 再来的话这个 这边这个角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 这边会有一个圆角 圆角 圆角的部分的话呢 最后做出圆角之后呢 看你需不需要把它分解 这边把 我们先把它分解好了 分解之后 那这边做圆角 圆角 把它Enter 然后这边的话圆角是3.5Enter 然后MEnter 看这个地方 这两个 然后这边3.5 最后再来做 最后再来做 那这里会有一条线 那这条线的话呢 它要我们 其实就是切点对切点 所以点一下线 然后切点 按Ctrl加右键 切点 这边的切点 到这边特别之后 也是切点 所以这里的话呢 Ctrl加右键 这个切点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题就 这边看一下 这边应该OK 好那这样的话 这一题就完成了 这一题就完成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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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